我真的 我真的够了 这就是啥呀 爱情捕卫战的 当一个女生发自内心的说 和你在一起我已经够了 那这段感情似乎就是到了一个 崩溃的边界 男生究竟 你买个刮叉板 没事给他刮一把 这样无奈或者叫 拿着拿着 让我继挂一挂 就比如有一次我俩去吃牛排 他就跟人服务员干起来了 根本不是你说人家的事好不好 他摸他牛排那么点 之后好几百块钱 服务态度还不好 之后我让叫经理他不叫 不是你是嫌他服务态度不好 还是嫌牛排贵 这孩子多好 懂得过日子 我俩就一回 他没去 我想领他浪漫一下 你领他浪漫 是你买单还是他买单 我买单呢 我就想让他去感受一下 那个浪漫的感觉 就说人家咋仇我俩 就先看两个神经病那的 真的你说有时候是这样 咱不是说 非得说多么 平时吃路边摊也可以 但是你不是说 你已经去了那个餐厅了 你就享受呗 对完了 然后你就 也不用你花钱 人家好像要一起 我有个朋友这样 就说吃法餐 要见一个朋友吧 就正式介绍一下的 那法餐就是那种套餐 一道一道上 完了 他男朋友一看 说这个十几道菜 咱个人 咱点两套就行 只能够吃了 那咋吃 对啊 那就是一个一个菜吃 就是他看着多 但他每个量很少啊 完了 那个女朋友就会觉得 咋这样 没面子 对 那他俩的经济条件呢 是打着脸充胖的呢 不是 就是吃这一顿 咋也能吃起 那他就是觉得不合适呗 结果也没够吃 他量肯定很小 如果他十几道的话 我能问吗 你们能不吵了吗 你一个月收入多少 那个节目 好像主持人也是他 真的假的 就是一争吵 你就失去理智 一理智就乱 我就听不出他 这位老师 那现在我们这种情况 我父母领我们出去旅游 完全可以不花钱 可以我们可以不花钱 那我爸妈 你第一次跟我爸妈出去 你说我有面子吗 我跟我说 我觉得我现在没有这个实力 去领着你父母旅游 如果说我现在有实力 我经济实力非常雄厚 你跟你妈旅游有吗 我跟我妈 没有 我感觉这挺考验人 跟长辈 哦那我不会 因为我妈是那种 作息跟 跟我一模一样 对 我妈也早上也不愿意起来 有的那个家长 就是他去这个地方 我得把这块所有的景点 全要玩到 早上后面的五点就会写 我妈说那我不去 而且一定要吃到酒店的早餐 我有一几家 我跟你讲 就是我有 我只有一家 节目的早餐我要吃 哦 为啥呀 就他家有一个肉松面包可好吃 我的天 太早了吧 老早了我也下意吃 我次都能碰到龙总 早餐其实挺好 但是就是太早了 就如果 但我每次到一个酒店 我都会问 你家有没有肉松面包 没有 我就不下去吃了 我俩还说 那时候说结婚就是我想去看戒指吗 你我去看好几回呢 就在那看 每次你看都看好几万呢 我现在买不起好几万呢 我都跟你说 哇 戒指这玩意真贵啊 我觉得戒指真贵 而且它保值嘛 其实不保吧 我觉得这就是现场婚礼现场的时候 人都是假戒指 咱买一个像样的假戒指之后 我一辈子就带出了假戒指 结婚戒指 结完婚之后 就是结婚之后 下场之后 下完婚礼之后 好像是现在都是假戒指 为啥呀 就样戒 不说 那买了你再跟我说行吗 那我对戒指真的 我就觉得很没必要 就我个人来说 就像我上次说 我不想要婚礼 那我觉得那玩意又贵 又不实用 又不保值 但这个玩意是 你它得想给你买 它不能上来就说 我觉得这玩意没必要 那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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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觉得 对 我可以觉得 你不可以觉得 你要买 我肯定不买 因为我觉得没必要 你就客气一下吧 就你说过年 你说给孩子拿点钱 你得给吧 那往往都真给了 我对这个戒指真的 就是你得跟我商量 你不能直接通知我 不是 这玩意咋商量了 戒指肯定求婚时候就得买 他就给你惊喜 求婚时候 你说他跟我求婚时候 哗啥给我拿一达现金 拿十万块钱 我觉得也挺惊喜啊 挺惊喜 求婚 那个馅 哗啥贵那会儿了 哗啥 一打开 一样是现金 一样是现金 我真的 我感觉比戒指 赎金吗 比戒指惊喜 戒指可贵可贵了 我看我朋友他们卖 就是一个一克拉的戒指 就十万块钱 这么贵啊 那是大牌子吧 是大牌子 有很多是品牌溢价 但一辈子就这一个呀 也未必呀 那你二婚你就第一条点 就别那样事了 你敢一到这说 你就这么有理 在家你也不这样事的呀 事实确实是这样 不是 他就是不愿意出钱 就买房子 而且还我俩结婚 买房是谁出钱 我爸妈还全款 你说就让他出装修跟家电钱 他就不乐意 意思是说我俩要离婚了 那房子他就分不走一半 他还出家电装修 那你说我俩没结婚 但我觉得是这么回事啊 装修就是不算的 这本来就是 就是这个 比如说 咱俩结婚 这房子我买的 我写我名 然后分 还是婚前财产 对 咱俩婚后 咱俩离婚了 我一分钱拿不走 我凭啥出钱装这个情况 那你得住 你不能笨子离婚去装修 你还是得住吧 因为我就 我家买房子 对 他给这住 他俩不住 那那 不是说投资 我以为就在自己的房子 但确实这样的话会有点 肯定是 万一离婚 对吧 一离我这装修钱 但我觉得正常 装修能花多少钱 对呀 能花多少钱 因为你俩要搁里住 你相当于租房子了呗 对 你相当于租房子的钱 我以为是这女孩自己的房子 比如说我要感冒了打针 回去 一般都打车回去嘛 他不非要坐公交 那你去的时候有病 是咱们打车去 打完针回来之后身体已经好了 打完针身体就好了 他当时是发烧去的 我们打车去的 回来之后就不发烧了 完了之后 我行事就没必要打车浪费嘛 那你说打个车三五十 给你多打一天针好不好 他没 他不是病好了吗 他就不想让我好 明白了明白了啊 就是我俩的生活感觉不一样 刚开始我觉得我可以随着他 我可以为了他 我感觉俩生活习惯 消费观啥的 要是不一样 他真的挣得差不多呀 他俩人收入应该是 但是就收入差不多 那消费关键不一样啊 等那个电脑上也能看了 然后再在家 有点正确多的就攒着 有点正确多的 他又觉得应该要花 对不 对 那时候互相迁就 对 我觉得如果生活习惯非常不一样 真的很难迁就 但我能接受花的比我多的 我都能 我能 就是 他不要互相要求 对 就你不花 你别别我不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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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